CP值個人認為是最高的 無課玩家不建議 只是集中全都提升到一隻角色 影片開始的時候 大家可以按下訂閱按鈕 以免錯過最新的遊戲資訊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音鐘的頻道 今天繼續玩三國志 幻想大陸 有不少觀眾都問到 怎樣可以有效提升我們的戰鬥力 所以這次的影片會分享我的100萬戰鬥力 到底是怎樣成功呢 馬上去影片 第一件事會分享每天的做任務流程 了解完做任務的次序 才可以針對每一個項目 來提升每個系統的戰鬥力 遊戲每天凌晨5時 會重置所有系統 包括每天任務 體力值或精力值等等 重置完之後 第一時間 大家要挑選每天任務 優先解完全部的每天任務 因為每天任務的經驗值 比起用體力值測關卡獲得的經驗值更豐富 目前來說 獲得最多經驗的就是每天任務 全部任務只需要滿足一次 用最短時間提升我們角色的等級 例如我目前的伺服器 等級角色上限開放到41層 那麼開放41層有什麼好處呢 41層可以開放鷹傑的頭銜 開放完頭銜之後 可以獲得更多的戰法點數 獲得更多的戰法點數 可以提升職業的基礎數值 或者陣營的基礎數值 角色等級除了可以開放更多不同功能 提升戰鬥力之外 就是可以開放更多不同的主線關卡 例如目前的32章需要40等才可以開放 當我們充完等級之後的步驟 就是挑戰新的主線關卡 由於挑戰完主線關卡 可以額外獲得不同的道具 亦可以幫助大家提升更多的戰鬥力 如果有觀眾 戰鬥力不足夠挑戰主線關卡 那麼又有什麼要做呢 我們可以反過來 去徵戰 我們可以挑戰徵戰中的黃天秘勁 黃天秘勁最主要可以獲得更多的裝備育成材料 例如強化石提升裝備等級 可以精煉裝備等等 一開始大家只需要按自動戰鬥 由得自己挑戰 直至看到挑戰失敗 嘗試用手動挑戰 因為手動挑戰的成功率 永遠都是大於自動戰鬥 自動戰鬥的擺位或者武將的配置 都是不及手動戰鬥那麼有效益 有些關卡只能上陣兩個角色 就可以將我們最好的裝備 交換到上陣的角色 這樣就更加輕鬆地挑戰到不同的關卡 挑戰完黃金秘境 然後直接挑戰決戰的赤壁 決戰的赤壁都沒什麼特別了 全部挑戰最後三星去挑戰 如果卡關的話可以直接半一批新的對手 我們領取完相關的裝備材料之後 就去回主界面 按回陣容 再額外提升武將的等級和裝備的等級 前的暴練師 將他的等級升到41級 看看有沒有進階 進階方面還欠少許材料 唯有等到體力更多的時候 再令武將進階 武將進階完 再調整裝備系統 直接按一鍵強化 裝備有一個共通點 每10個level 就會有額外能力值提升 例如70、80、90都會有額外屬性值提升 提升完裝備的等級 去回裝備的練成 因為剛剛打完黃天秘境 就會獲得大量的精煉石 獲得完大量的精煉石 就可以提升每個裝備的精煉等級 精煉也可以額外提升能力值 例如加2、加4、加6、加8 如此類推 會提升全體上陣武將的加成屬性 我們最理想平均分配所有資源上加4 上完加4之後 平均升滿加6 每一件裝備也會有天賦 天賦的加成比例是5% 每4個level 會有額外能力值加成 例如4、8、12、16、20、24、28 會提升暴擊率、抗暴擊率、命中率、閃避率 去到裝備最後一個系統 冥文 跟精煉系統一樣玩法 都是提升武器的不同階段 由起源靈階 升到升輝靈階 需要運用到黑刃石 以及白煉石 都是透過黃天秘境獲得 優先提升整個武將4件裝備 又會有額外能力值提升 如果這麼不幸大家仍然卡關的話 給大家多幾個方法提升戰鬥力 第一個方法就是軍團 軍團中可以捐贈不同的物資 捐贈物資需要利用到環證 假設性我們現時拿到2000環證來捐獻 獲取公分點數 公分點數有什麼用呢 就可以去到練寶角 練寶角可以打造不同的兵符 最終目標儘量打造全部都是金色的兵符 金色兵符有個保底20次必出 出現機率5% 兵符有什麼用呢 可以令到相關武將對於那個勢力 有個額外能力值提升 例如第二階的魏國兵符 可以全體武將抗魏加10% 去到三星的全體武將滅魏提升10% 代表著什麼呢 就是提升攻擊力和提升免傷值 大家就可以針對你們的伺服 兵符除了可以提升等級之外 剛剛也提到為何要做一些金色的兵符 因為可以有洗條的屬性 盡量每個勢力都打造4個傳說的兵符 可以令到洗練的屬性全部上了金色 除此之外等到角色等級去到42等級或48等級 就可以打造二階兵符 軍團系統之外 最後的就是家園系統 家園系統也是提升角色的好感度 但我自己的秘訣就是集中提升已經可以有試煉的角色 例如金靈的好感度提升到3 贈送兩次禮物 互動事件1 CP值個人認為是最高的 無課玩家不建議只集中提升到1個角色 分散投資 他的提升戰鬥力才是最多 就好像目前的魏儀 由SR升到SSR 孫堅SR升到SSR 袁兆SR升到SSR 但SSR升到UR的話 需要利用武將的覺醒石 去到這個階段的武將 盡量留一流覺醒石 因為都是比較難入手的 我們升完不同的階段 又可以回到營地 再額外提升武將的屬性值 例如張星神的5星SR已經可以加1.6% 加成的屬性還會高於SSR 營地提升完屬性之外 也可以回到圖鑑 因為越高升數的武將 都可以提升我們圖鑑的戰鬥力 去到最後一部分 關於照武系統 很多玩家一有抽蛋卷 是不是都會亂抽 但我覺得無課玩家的話 一定要留回召喚卷 我們每天的目標 就是抽完深遠清單的2個角色 抽完深遠清單的2個角色 之後就留到第二天重置 重置完之後繼續抽回深遠清單2個角色 不要有多抽蛋卷就亂抽角色 雖然抽多了的角色 是可以額外提升其他角色的星數 但我們上陣的角色只有5個角色 一定要集中提升5個角色的星數上UR 這是最無課玩家的玩法 所以為何這麼多半週年日服的玩家 一轉到台服就要認清楚自己到底要組成哪些角色的原因 因為深遠清單只有2個角色會提升機率 確定自己將來玩的陣型 避免抽多了很多沒用的角色 資源最大化 好 影片到這裡結束 希望幫助到各位 不論貨象無課玩家 更加有效地提升他們的戰鬥力 我目前在25殺有興趣的玩家歡迎過來一起玩 以及進入DC群組 喜歡的可以按LIKE 未訂閱的觀眾可以按訂閱鍵 以及分享給你們身邊朋友仔知道 相關遊戲都會繼續推出不同攻略 讓各位玩家知道 好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